所在极其良度 如漫论营 一百九十六页 如八分之箭斗 宫殿庄严 若离箭斗 则饱水沾 犹如断头 既不如是 诸大寺庙 献箭如是 故此所惠 漫斗罗之箭斗 乃至采盘之线 首修之漫头罗 折至门侧之上 金刚漫经 依说旁有诸箭斗固 讲了那么多 箭斗是什么东西 就是啊 墙上面有庄 庄的上面 有阴落 阴落庄严 阴落之上 有水沾 那么水沾的头 就叫做箭斗 就叫做箭斗 我这样解释 大家就比较清楚 或者你看到箭斗 是什么东西 你绝对不知道的 跟你问箭斗 你也不晓得 跟你问水沾 你也不知道 水沾是什么 所以你们可以画一个形象 一面墙 然后上面铺一点 不同颜色的妆 在上面 就是水沾 就是流水的地方 下来 然后这个头这边 有庄西辣 那庄西辣就是 叫做箭斗 做这个 那么它怎么安呢 它有跟门之间的关系 门跟门之间的关系 怎么安 那个墙到哪里 门在哪里 那个梁在哪里 金刚记在哪里 那么上面这个台阶要画什么东西 它都给你清除 通通都弄出来 将来我们也可以写 写很多了 像我看到这个我们 雷藏寺 有那么多的柱子 那么怎么安这个梁 怎么安这个柱 怎么要怎么分布 那 要画些什么东西在上面 哪里安什么 哪里安什么 通通都有一个规矩 就是曼陀罗 像这个 197页最后一段 它跟讲这个门 跟门框等戒 这些事情 那里面要放什么东西 要装饰什么 像它里面有写的 要放这个日啊 日夜宝处 日夜宝处 什么是日夜宝处 日处跟夜处 还有四方半花叶形 斗上一金瓶 复宝瓶 有八桶攀 八个铜攀 那种 那种 帆呢 在这个金瓶的上面 或者宝瓶的上面呢 在升起那个铜攀 所以四方共有八桶 八攀 它有这样子的装饰的 另外它有装饰什么呢 有寿王 三海正平安 他做我无妨 这个狮子头 咬着箭的 这个叫做兽王 还有鹅王 鹅 鹅就是goose goose 啊台湾最流行那个鹅肉摊呢 吃鹅 它那个鹅王 还有食龙 就是龙啊 龙形的 毛鱼 这个金鱼庄严 这轰飘动时 成为三七形象端庄 株林花出息息之声 并有小佛 什么是小佛 这个就是佛 啊 这个就是佛 我们讲说这个就是佛 他连这个都写出来了 就是要装饰什么东西啊 什么东西啊 都在上面的 这些装饰的东西 墙上啊 这个 装上啊 这个水沾上啊 这个剑斗上啊 统统装上这些东西 你假如去看庙 有些庙的图腾呢 就很庄严的 但是他庙也有他的规矩 要画那些东西 有他的规矩的 有没有 那个庙的上面呢 有很多啊 要画什么东西 画什么东西啊 都是有他的规定 这个就等于是曼陀罗的一个规定 这个谈到这个 这个墙啊 就让我们想到这个金刚墙 就让我们想到这个金刚墙 我们有这个金刚墙的手印 我们在做结界方面啊 是有他的意义存在的 其实墙本身呢 就是每一个燕的一个结界 在曼陀罗里面呢 可以讲就是每一个燕的这个结界 那么我们结界的方法 有金刚结 金刚结 就是定金刚结 在一个地方啊 四个角落定金刚结 先做金刚结 把它定起来 好像四方形的金刚结 就是一个平面的 金刚结定好以后呢 可以做金刚网结界 就是从虚空中的 虚空中的也有金刚网 是属于金刚网 虚空中降下来的网 就叫做金刚网 那么再来就是平面上建起来立体的 就是金刚墙 今天谈墙嘛 就是金刚墙 那么在防腹方面呢 因为有墙啊 有网啊 有结啊 还有一个金刚佛 就叫金刚燕 因为你生起了佛 任何东西都不能通过佛的 因为佛可以烧化一切嘛 所以这是一个重点 你假如做了这四种结结 就等于圆满 你自己想一想 金刚网在虚空下来 金刚墙 围起来 墙的角 有四个金刚结 四个金刚结 那么周围又生起金刚燕 金刚佛燕 那么这个结界 就是很完整的一个结界 这个叫四从结界 那么你能懂得这个做结界的 就不会受到很多的伤害 修行人要懂得防复 不懂得防复 很容易受到伤害 一个修行人 平常人都已经在受到伤害 一个行者 他所受到有行跟无行的 这个伤害更多 所以行者 密教行者都要懂得防复 做四从结界 那么这有四个所印 做四种观想 今天我把四种所印 四种观想连接起来 做给你们看 你们先要观想金刚结 金刚结 金刚结 做金刚结的时候 想试金刚结 定立在你自己本身的四周 善印 再结金刚网 同样的是金刚结所印 但是两个大拇指分开 但是两个大拇指分开